Hello,大家好,我是阿炒 豆角是我们餐桌上最喜爱吃的一道菜 但是还是有好多人炒不熟 今天我就把饭店里面炒豆角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让你在家也做出饭店的味道 这样做出来鲜香美味又好吃 里面搭配了肉丝更加的滑嫩入味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新鲜的豆角 马上要立秋了 现在的豆角也是最好吃的 我们把豆角来处理一下 把豆角的根部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把它切成五公分的长段 豆角我们不要切得太长 只要把它切成五公分就可以了 所有的豆角切好之后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然后加入一勺食应盐 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没过豆角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因为豆角很容易起成子 肯定打过能药残留 我们加点食应盐来清洗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能让豆角清洗得更加的干净 豆角抓拌均匀之后 将它困水拿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摸过豆角 再一次下手 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经过我们几次的清理 长豆角已经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将它浸泡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瘦肉 今天我们准备的瘦肉的里脊肉 或者是前腿肉 因为是猪瘦肉最嫩的地方 所以用里脊肉来做 是非常的好吃的 把瘦肉切成片之后 再改刀切成丝 把瘦肉切成薄一点的丝 也不要切得太厚 那样不容易熟 瘦肉切好之后 再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腌制一下瘦肉 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点点黄酒去腥 一小勺蚝油提鲜 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我们提前把肉丝给它腌制一下 腌出来的肉丝口感会更好 而且比较鲜嫩 肉丝抓拌均匀之后 再打入一个鸡蛋清 然后下手再给它抓拌一下 加入了鸡蛋清 能让肉丝更加的滑嫩 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松软 而且也不会筛牙 肉丝抓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都可以 再一次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每一根肉丝更加的滑嫩 然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些大蒜子 切成薄片 或者是切成蒜粒都可以 全部切好之后 到肉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 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姜末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辣椒粑切掉不要 然后改刀切成小圈 小圈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 把肉丝放入锅中 开蒸小火 我们把肉丝给它翻炒一下 把肉丝炒熟炒香 提前翻炒均匀 能让肉丝更加的滑嫩 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把肉丝炒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肉丝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 水开以后 加入一点适应油 然后把豆角放入锅中焯水 把豆腥味将它去除掉 豆角焯水也不能过长 把豆角焯熟就可以了 焯水一分钟之后 将它矿水捞出来 放到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液之后 把姜蒜末小米辣放入锅中 开大火 快速地将它翻炒均匀 炒至均匀之后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继续快速地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肉丝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肉丝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给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菜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肉丝炒至入味之后 我们把豆角也加进来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再加入一大勺生抽 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然后开大火 快速地将它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炒至融化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把所有的豆角和肉丝炒至入味 大概这里要多炒一会 全部炒熟之后 我们把葱段也加进来 开大火 快速地将它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鲜香美味 炒好以后 将它盛出来 倒入碗中 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入味的豆角炒肉丝 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角炒肉丝 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香 为什么饭店里面炒的豆角那么好吃呢 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掌握了我几个步骤 也能让你做出大酒店的风范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豆角 清脆爽口 肉质鲜嫩不塞牙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豆角颜色 也非常的好看 翠绿的颜色炒出来也不花黄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也喜欢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